哈囉大家好 我是AJ 今天我們來聊聊導演新海成魚 2002年獨立製作的動畫作品《星之聲》 它是一部僅僅只有25分鐘的OVA動畫 由於整體故事不長 所以本期節目算是有大量劇透 雖然我認為對觀音體驗影響不多 但還請自行斟酌觀賞 在新海成的第一部短片《他與他的毛》得獎後 他辭去的工作花了7月的時間 獨立製作了《星之聲》這部短片 由他親自包辦導演劇本、演出、作畫、美術、編輯等工作 甚至在《星之聲》的導演版中 親自擔任男主角的配音 以及由與新海成絕配的音樂家天門製作配樂 撇出聲音與音樂方面 僅靠獨自一人完成一部25分鐘的動畫 確實是一件非常厲害的事 今晚人設不優美人物動作稀少 但靠著故事與氣氛還是讓我覺得非常感動 一直以來新海成的風格評價都很兩極 喜歡的就很喜歡 不喜歡的就是完全打不到點 而我很明顯的就是喜歡新海成的那一派 在DVD收錄的導演訪談中 新海成有提到 一般動畫都是許多人共同完成 沒辦法像漫畫或小說那麼的展現自我 而這部由新海成一手包辦的動畫 應該可以說是他導演生意來中 最完整展現個人意念的一部作品 其故事講述遙遠的未來中 一位15歲的少女美加子 被選為前往火星的機器人駕駛 負責與外星人作戰 從此她便與喜歡的男孩分隔兩地 而原本靠著手機簡訊 從地球跟宇宙通訊的兩人 隨著美加子離地球的距離越來越遠 傳訊所趨的時間就越來越長 從原本半年一年變成八年又七個月 兩人就這樣慢慢被殘酷的距離與時間給分開了 從這時期就可以看出來新海成非常非常愛用距離、時間與思念 你可以在他多部作品中看到這些要素在裡面 許多不喜歡新海成的人比較反感的都是在劇情的部分 我完全可以理解這點 因為他的片幾乎沒有劇情 大多是在描述那種寂寞的氛圍 分離的感覺有多麼多麼的難受等等 整部片幾乎沒有在推動劇情 你只會感覺到時間慢慢慢慢的流逝 所以我才說成哥拍的不是電影是寂寞 新海成的魅力就在於這種寂寞 這種很虛幻很唯美將整個人掏空的寂寞 而由他一手包辦的新資深當然也是標準的成哥風格 穿著學生制服的15歲少女 駕駛著機器人在宇宙中用手機傳著簡訊 奢望著思念能穿越這幾乎是永恆的8.6光年 與8年又七個月 沒有任何的道理 沒有任何令人幸福的設定 沒有結構紮實的劇情安排 為什麼是少女駕駛著機器人與外星人 作戰什麼的一點都不重要 它帶來的就是一種氣氛一種感覺 我最喜歡的一段就是兩人想著彼此告訴對方 被宇宙分隔兩地之後 他們想要的就只是與彼此一起感受 夏天的雲、冰冷的雨水 放學後涼爽的空氣、黑板擦的味道 就只是想一起感受這些很日常的事物而已 這一段對話突然讓我從這個很虛幻的故事中拉回了現實 沒錯新海成的作品通常沒什麼很精彩的劇情 它想傳達的就是一種意念、一種情感 在這個設定亂七八糟架構散亂的故事當中 傳達的就是僅僅是一種人類都有的情感 這種既真實卻又虛幻的思念 時間與距離都是一種物理概念 卻能撕開思念這種無形、無法測量、無法驗證的東西 相隔了8.6光年對人類來說幾乎是永恆的距離 但思念卻又能穿越這個永恆 這就是一個極度的浪漫又極度幻想的一部作品 或許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新海成這種調性 但這部作品的意念與氣氛讓我深深著迷 直至現在我每次重看都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結束了 想看更多新海成的作品點評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AJ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